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北京前导软件有限公司的胡林 现在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正在开发的三博系列的第二部游戏 赤壁 大家知道我们在今年1996年6月份 上市了第一个三博系列的游戏 关注 那么赤壁呢,是它的一个后继作品 待会儿我们的美工和节目设计 会向大家介绍和关注笔记来有什么特点 在画面上有什么不同于关注的地方 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是 关注和赤壁都是为了正确地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正确地表达中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所以说是千变万号不离开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关注是中国第一个冲出国门的游戏软件 那么我们觉得赤壁肯定会在这个技术上 比关注做得更好 我是钟志军 我在这个赤壁之战中间做游戏设计 主要是做这个游戏的主体结构和参数文档的制作 这个赤壁之战呢是我们做的三国系列中间的第二步 我们主要表现的是这个火烧不忘坡开始到这个 这个收复荆州这个整个的赤壁之战的整个过程 我们把这个赤壁之战呢分成大约十来关 每个关卡中间呢采用一种实时战斗的模式 这种模式呢就是玩家比较的紧张刺激 在关卡和关卡之间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微游的连接 这样就是说采用的这种微游呢是都是从这个电视连接剧三国演义中间接下来的 这样的能够很好的保证这个赤壁之战的这个固执性 玩家呢在玩这个赤壁之战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指挥朝军或者指挥四流联军 这样呢你有可能是打赢这个是这个赤壁打赤这个赤壁之战 但是也有可能呢使用曹操把赤壁的部队消灭 另外呢我们这个游戏还支持这个网络对战 它可以让你和你的朋友们在网络上指挥着三国的将军进行作战 我是赤壁的美术组设计我的普博 对于赤壁的画面来说主要想达到一个豪华一点的效果 在前一步关度里这一点有些欠缺 所以把赤壁的重点放在这里 比如对建筑的光源等因素都做了比较仔细的刻画 就如人物的死亡这类的小动画都做了很仔细的刻画 总的来说赤壁的画面我还是很有特征的 我对它很有信心